记者曾建明新北报道,新北市荡水驱逐为高中前,今日凌晨惊传二派人马相约谈判护殴,警方获报后立即出动快打不对道场,发现砍人的一方四人已逃逸无踪,仅剩八人,其中一名无姓男子的左手被砍伤,血流如注,警方紧急将他送一包扎,抢救后已无生命危险, 随即将其余七人带回侦办,警方初步调查,事件起因于18岁陈姓,高兴男子两人互为好友,但双方日前在脸书留言时发生误会,互枪,双方十二人相约在今日凌晨谈判,书料,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,过程中陈男持西瓜刀砍伤对方的无难,四人发现对方有人中刀,随即逃离现场, 警方追查,凌晨三是须已将砍人的陈男逮捕到案针讯时高男公称,原本只想谈判,质问对方为何在脸书上说自己坏话,陈男也说会到场解释误会,没想到见面后又爆发口角,陈男竟掏出欲藏的西瓜刀砍伤有人,因刀砍伤的无难上无法制作笔录, 警却后先依社会秩序维护法将陈男移送侦办